這裡人人霸靚位等魚上釣 不過現在是優如期 其實不可以這樣做 無論勇往還是誰釣都不行 這個伯伯釣到一條水魚 就托朋友來帶走 他說就算現在是優如期 也不會你那麼靈 他說現在不行嗎 他說 我說今個非常時期都不准釣 他捉了他捉了 沒辦法 究竟以後都死了 我問你現在什麼時間 現在時間不出人釣魚 我說去哪裡 拿牌的問題 你根本來這個環境 這是口糧 類似的情況其他地方都有 他除了豎起魚干鎮 還用網報倒一條水魚 為了給本地魚類可以悠陽生息 每年4至8月都是香港的優如期 即使持有釣魚牌 這段時間都不能在水務處水桶捕魚 要是開放給市民釣魚的 第20幾個水塘和灌溉水塘享受釣魚落 除了要拿牌 所用的工具 魚獲數量和大勢等都有規定 如果違反相關法例 最高罰款1萬元 水塘是供應給香港一些重要的資源 按道理政府應該做了罷關工作 讓水塘不輕易被人可以去到 以至乎做一些有機會污染水塘的行為 對於整個工水是出現了一個潛在的危機 我希望政府有關當局要檢視一下 現在水塘的保安措施 以至乎是否應該要增加人手去做巡查 確保這些違法釣魚的行為也不好再發生 水務處說每年在各個水塘進行大約2,000次巡查 視察是否有圍釣活動 過去3年相關檢控和定罪個案共有58宗 今年截至6月底就有4宗 上個月中亦曾突擊巡查船灣淡水湖 記錄圍釣人士的資料將作檢控 東網記者隨其回報道 東網想你看計劃回來了 今次新增了賺分任務 每日簽到和閱讀指定新聞 一邊看新聞 一邊賺到更多ON.cc coins 換取豐富獎賞 想知有甚麼可以換? 按進來兌換禮物 入貨價一次過看完 選適合心水禮品之後 可以選擇郵寄或自行領取 換了禮物 何時到期又不記得 進入戶口紀錄 隨時隨地查閱積分紀錄 看到你已經兌換禮物和領取詳情 那就萬無一失了 快點下載東網APP 得入相機帶這顆金幣仔 登記成為東網會員 就可以看新聞贏獎賞了 登記中心 水晶 武器 武器 武器